哈喽大家好,我是肖音 2007年4月15日 韩国大田心瘫惊动的一名男子 像往常一样走去了自己最喜欢的一家咖啡店 喝早煎咖啡 当他快到店时,却发现了可怕的一幕 该咖啡店的一名员工李女士 躺在了店门口的街道上 浑身是些呼吸急促 仔细一看,他的腹部严重受伤 于是他立即报了警 45岁的李女士被立即送往了医院急救 30多名警察在假期接到电话后也都赶到了现场 眼前的一幕让他们都有了不好的预感 咖啡店门口,地板,沙发,电话,毛巾,水槽等 到处都是血液痕迹 他们寻着气味去到了店里的洗手间 发现另外一名戴着橡胶手套的妇女 脸朝下躺在地板上 像是在做清洁的时候被袭击 脖子和后背上有两处15公分长的伤口 丝袜也被撕破了 据证实,他也是咖啡店的店员 47岁的崔女士 周日一大早 咖啡店都还没有开始营业 就来到了店里袭击工作人员 该罪犯会是周围的熟人吗? 但从崔某被撕破的丝袜来看 作案动机又上是侵犯 为了解答这个疑问 警方立即封锁了现场 在咖啡店搜集了烟头 头发 血液痕迹 染红的刀具 并调动了150名警力 对咖啡店方圆1.5公里内 所有疑似罪犯的证据进行了搜寻 可疑的物证总数达到了100多件 他们随后将这些证据全都送去了韩国国家法医局进行检测 本以为马上就能锁定罪犯 结果遗憾的是 所有的血液DNA都属于去世的崔女士 至于烟头和头发 因为这是一家咖啡馆 平时光顾的新客和老客非常多 因此也出现了数不胜数的DNA 很难进行排查 而且刀具上也没有指纹 好不容易在卫生间发现了一枚可疑的指纹 据说是属于一名有过7次犯罪记录的男子 但最后却发现 他只是该咖啡店的常客 并且也有不在场的证明 辛辛苦苦搜集的100多件证据 竟然没有一件可以用来锁定罪魁祸首 这让调查人员和法医局的人员都感到心灰意冷 调查也暂时陷入了困境 于是警方对该事件的唯一目击者 李女士进行了询问 据李女士说 当天早上他刚到咖啡店准备开始上班 发现店门开着 里面却空无一人 于是便在咖啡店里闲逛 寻找其他的店员 当他正准备走进卫生间进行查看时 躲在卫生间门后的一个陌生男子突然跳了出来 并用武器袭击了他的腹部 他出于本能的反应 用手立即抓住了该男子的手 并成功将武器取了出来 罪犯当时被吓了一跳 便立即逃跑了 他本来想继续追赶该男子并求救 但最终却倒在了咖啡店门口 当被问到是否还记得罪犯的脸时 他表示 事件发生得太快 他不记得了 即使当时的调查人员对他进行了催眠 也都没有问出该罪犯的长相细节 好在后来有一位居民表示 当天早上他去咖啡店方向的时候 差点被一名疯狂奔跑的男子撞倒 时间点和罪犯逃走的时间很接近 由于是陌生人 所以他也不太记得确切的长相和穿着 只是大致地描述了那名男子的形象 30多岁 身高175左右 戴着黑框眼镜 留着运动型的短发 于是警方根据他的描述 制作了一张嫌疑人的肖像画 分发了通缉传单 并开始对周边地区的旅馆 刚出狱的人 咖啡店的常客 崔女士的邻居 案发时打过电话的人 将近一千多名嫌疑人进行了调查 但均没有发现罪犯的踪迹 据说 崔女士的丝袜虽然被撕破了 但是并没有发现侵犯的痕迹 所以这个动机被排除了 其次 在和崔女士认识的人身上 也都找不到任何的恩怨仇恨 因此 该动机也被否认了 那这就奇怪了 一个陌生人会为了什么东西 对另外一个陌生人进行袭击呢 调查人员一时也摸不着头脑 案件变得越来越神秘 但警方没有选择 他们只能再次扩大范围 搜索可疑证据 直到有一天 他们在距离咖啡馆500米的后巷里 发现了可疑的卫生纸 上面有一丝血液的痕迹 经过鉴定 果然该血液正是李女士和崔女士的 这也就意味着 这张卫生纸是罪魁祸首扔掉的 于是警方根据丢弃纸巾的地点 预估出了几条 罪犯可能会选择的逃跑路线 进行追踪 并成功在1.5公里外的金刚川 发现了一件可疑的黑色毛衣 据说该毛衣被发现时半淹没在水中 被一位渔民捡了起来 他本想试着穿一下 但发现该毛衣没有任何的破损 不太像是会被扔掉的衣服 于是便将其交给了警方 由于该毛衣被河水冲洗过了 所以上面几乎看不到任何的血液痕迹 因此为了确定该毛衣正是罪魁祸首扔下的 他们用鲁米洛试剂对其进行了反应 之前在很多的案件里也有提到过 鲁米洛经常使用在案件的调查中 因为它和血液接触后会发蓝色的光 能够把细微的血液痕迹显现出来 最终 他们果真在上面发现了崔女士的DNA 这正是逃跑的罪犯扔下的衣服 并且衣服上也发现了罪犯的DNA 此外 在该毛衣中他们还发现了一瓶眼药水 这种眼药水是需要医生的处方才能买到 一般常用在眼睛手术后防止感染 据调查 当时整个韩国有做过眼科手术 并且在使用该眼药水的 年龄相仿的男性就有一千多人 他们需要在这一千多名的嫌疑人中 找出罪魁祸首 也就是千分之一的概率 十分的困难 虽然他们已经有了罪犯的DNA 但是DNA和指纹不同 DNA无法直接具体识别到某个人 需要进行比对才行 他们当时亲自上门拜访 收集了这一千多人的唾液交给法医局 但分析出这一千多人的DNA 在当时纯靠劳动力的情况下 需要非常长的时间 再加上 当时的韩国也没有建立罪犯的DNA库 因此也没有办法从有过前科的罪犯中 快速找出嫌疑人 为此他们必须找到一种更高效的方法才行 于是调查人员去到了韩国的科学研究所的某实验室寻求帮助 一项新的追踪方法 也就是在那时第一次被用上了 使用DNA中的歪染色体 因为歪染色体只存在于男性中 并且是父亲遗传给儿子的 在一个继承父亲的社会里 通过分析歪染色体的遗传标记 可以判断出罪犯可能的姓氏 当然 前提是该男子没有随他的母亲性 或者不是被收养的 尽管这个方法还是有失败的可能 但他们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只能试试看 毕竟歪染色体只包含有限的基因 相对较小 分析速度会快很多 最终结果发现 一千个协议人中 有两个姓吴的人 他们的歪染色体单背形 和罪犯的歪染色体单背形相匹配 什么意思 这个歪染色体单背形 是用来标记祖先和家族的 也就是说 歪染色体单背形相似的人 很有可能是同一个家族的人 经过韩国国家情报局的确认 吴先生所在的吴市村庄 就在事发现场附近 于是警方立即去到了该村庄 并征得了19名村民的同意 对他们的DNA进行了二次分析 最终结合毛衣中发现的 需要开处方才能买到的眼药水 他们锁定了一名嫌疑人 35岁的吴一健 当时的他在经济道光明市的一家保安公司工作 2007年6月4日 事件发生的50天后 警方去到了吴某上班的地方 发现他已经辞职了 后来警方彻夜未眠地潜伏在了他的住处 黎明的时候 一个拎着塑料袋的男子走了过来 该男子正是吴某 于是警方立即逮捕了他 没想到 吴某立即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并表示 自己的作案动机是为了一张票价3000韩元 从大田到永东浦的火车票 因为自己没钱购买 所以犯了罪 据说当时咖啡店里没有丢失任何物品 仅仅只少了3万韩元 这点钱也就够吃两盘炸鸡 因此警方压根就没有想过 这会是罪犯的作案动机 据吴某招待 案发当天 他来到大田给父亲扫墓 本来打算结束后 直接从新滩津站坐火车返回永登浦的 但他当天因为提前了很长时间到达火车站 所以就去到了车站附近的娱乐场里玩 并在里面输掉了所有的钱 同时还错过了末班车 于是为了筹集这3000韩元的车费 他便打算去盗窃 当晚他在新滩津车站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便去到了不远的新滩津洞 当时是早上的8点45分左右 崔女士正戴着橡胶手套 在咖啡馆外面打扫卫生 吴某观察到 咖啡店里没有人 便走了进去 并在收银台拿了3万韩元放进口袋 不料这一幕 被刚打扫完卫生走进店里的崔女士看到了 他立即大喊道 你是小偷 并害怕地跑向了卫生间 通常情况下 罪犯应该都会直接逃走 但他却没有 吴某追向了崔女士 并用自己身上的登山刀具 袭击了崔某的背部 当崔某倒下时 吴某又滑上了他的喉咙 最终导致崔某当场去世 原本他还想趁机进行侵犯的 结果却发现另外一名店员 李女士也来店里上班了 当时的李女士感到很奇怪 门敞开着 本来应该在收银台的崔某也不见了踪影 于是他便走向了卫生间查看 结果当他一转头 吴某便跳了出来 两人目光对视的一瞬间 吴某立即袭击了他的腹部 出于本能的反应 李某夺走了罪犯的武器 采取了反抗 最终把吴某给吓跑了 而受伤的李某 最终倒在了咖啡店门口的街道上 幸运的是 李某在20分钟后 被前来喝咖啡的顾客发现了 并及时送往了医院 最终保住了生命 非常不可思议 吴某就为了这3000韩元的车费 在20分钟内谋害了一名妇女 重伤了一名妇女 并且他们彼此还不认识 根本没有任何的交集 此外 当时还令警方感到震惊的是 他们检查了吴某的犯罪记录 发现他竟然是一位有前科的罪犯 他在17岁的时候 谋害了两名老人和一名小孩 1989年1月11日的下午4点 他在家附近的山腰上 预证了69岁的妇女 卢某 他在对其进行侵犯后 同样用武器划上了他的脖子 谋害了他 并将其埋在了某座桥下 同年的5月24日晚上7点 也就是4个月后 他再次侵犯了在农田里干活的62岁父女 陈某 再次用同样的方法谋害了他 据说他当时之所以没有被怀疑 是因为他的年龄才17岁 一个十几岁的男孩 会对两名跟自己祖母差不多年纪的老人 做出那样的事情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并且这个吴某初中二年级辍学后 一直在家帮助父亲干农活 在邻居的眼中 他也是一个温柔善良 彬彬有礼的年轻人 所以大家更不会怀疑在他的身上了 他当时被抓的原因 是因为发生在两个月后的一起事件 8月12日下午1点左右 他发现邻居家7岁的小女孩 于某在他家门前玩耍 于是便让于某坐他的自行车 去到了村后面的山上 并试图对其进行侵犯 结果于某开始了放声大哭 吴某担心被人发现 所以就用手勒住了他的脖子 直到他停止了呼吸 当天下午2点30分 吴某下山拿上了武器又上了山 并用同样的手段划向了于某的脖子 最终将其埋在了地下 并把作案武器扔进了一口井里 可能他也没有想到 当时竟然会有目击者 于是他便被警方逮捕了 并在审讯中承认了 谋害两名老人的事实 但当时因为他是未成年人 所以只被判处了青少年的最高刑期 15年 因此在2005年的时候 他便被刑满释放了 谁又能想到 两年后的2007年 他又再次作案了 而且还仅仅只是为了一张车票 后来在审判中 他被判处了死刑 但考虑到他对罪行的悔恨 以及他在精神鉴定测试后得出 患有反社会人格障碍 因此最终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目前依然还在监狱中服刑 据说 这个吴某是家中最小的孩子 他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 在这种有家人 有同事的情况下 输光了钱 没钱买车票 却没有向自己的哥哥姐姐 和同事寻求帮助 而是直接选择了犯罪 这种行为多多少少 还是让很多人有些费解 看起来就像是 从一开始就已经预谋好了 要谋害他人 因为他准备了两件作案工具 好了 案件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于该起案件 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下方 留下你们的观点和看法 如果你喜欢本期影片 请记得给我点赞 加个订阅 我是沙恩 我们下期再见